欢迎收看8月26号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方琪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店安合理关怀据点回复办理除了每周四固定的平甩工课程 从9月份起规划了丰富的上课内容 新北市公游局发表带来古道全新步道旅游书 邀集达人执笔记录古道之美 新店中正路包子店8月份举办捐血送包子 活动只剩下几天时间 呼吁民众踊跃响应 英语学校即将开学 新北市交开儿童与青少年疫苗接种提升保护力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要带大家一起认识 大西百年禀铺新富昌第五代传人陈英年 新店安合理关怀据点每周四安排了平甩工课程 长辈们借由简单平缓的动作促进身心健康 里长刘淑美表示 虽然先前因为疫情关怀据点暂停了好一阵子 但是现在逐渐恢复了正常 9月份更规划了律动 肌耐力等多元丰富的课程 欢迎应发长辈踊跃参加 看似简单的甩手动作 但在规律的摆动中 慢慢的让身体筋骨可以放松 新店安合理关怀据点每周四上午 在安合活动中心进行平甩工的课程 虽然之前因为疫情 活动中心临时变成了疫苗注射站 让课程暂停了好一阵子 如今逐渐恢复正常 安合理里长刘淑美表示 紧接着9月份已经规划了许多课程 欢迎长辈踊跃参加 陆陆续续的 我就一直在通知这些长者 然后一直试着去推动 那我在9月的时候 将会有一年串的 结合色大富大以及长青的教学 那长青教学 除了老人家的肌耐力 平甩工以外 当然还有一些律动课程 还有长青的歌唱班 平甩工老师图春金表示 长辈不适合激烈的运动 而平甩工不管是站着坐着都能做 而且动作平缓 可以达到身心灵的平静 进而改善身体的老毛病 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个 所谓的老人家的毛病 都是气血不通的 那平甩工呢 就可以帮他气血通畅 一些老毛病 大小酒杂酒的一些 所谓病症 他可以得到舒缓 来上课的长辈说 很开心关怀据点能够重新开放 在疫情期间 他们也在家中复习老师 先前上课所教的动作 可能起初不觉得平甩工 带来什么立即的改善 但是长久下来 发现体力精神都越来越好 甚至连睡眠品质都变好了 刚开始不觉得好处 但是你做久了 对精神体力方面有差 对角力也是有差 就是要有耐心的学 以前我就是睡眠品质比较不好 那今天比较不容易入眠 那我觉得像这个话 我是说晚上的时候 我要洗澡之前 洗澡之前就先做 做完以后再去洗澡 那出来以后 我觉得就比较容易入睡 疫情期间呢 也帮助很多老人家 长者在家里自己动 让他们因为疫情 给自己一个身体健康的抵抗力 安和里里长刘淑梅表示 虽然现在还有一些长辈 因为疫情 所以选择暂时不参加课程和活动 但也希望大家在家里 能自己多多运动 保持健康 而从9月份开始 配合松年大学 妇女大学 规划了许多律动 体势能 肌耐力等课程 欢迎迎发长辈 报名参加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 继108年出版的 《淡兰古道北路》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 睽違三年 再度发表了 《淡兰古道全新步道旅游书》 《百年里山的长路慢行》 邀集了气味达人执笔 完成淡兰古道上自然生态 及人文风土的丰富记录 淡兰古道又称为 淡兰百年山境 蕴含着过去鲜明 伊肯的足迹 不仅有着历史人文 同时自然生态丰富原始 近年来 新北市政府推动与努力 山境古道风华再现 这次邀集了七位达人执笔 完成了淡兰古道上 自然生态 及人文风土的丰富记录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 新书中呈现了淡兰古道 从定线到品牌行锁的历程 更收录了22处 在地生活的职人故事 以及手作步道的第一手知识 希望能借由新书 将淡兰古道之美 介绍给大众知晓 我们的古道就是适合 一般的亲子 然后老人家跟宠物 跟一般观光方式不太一样 我们是走在地生活的 希望城市来的游客 来到我们这里 第一个你就会看到 我们美丽的水平 此外新书当中除了南瓜 食用的全路践行指南 和精美相片 当中最大的亮点 就是阎缆金鼎奖山岳会师 沈恩明 以一步一脚印 走完淡兰古道全程 所绘制出来的60公分 拉野地图 传神的呈现出景点和地标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 在108年出版的 淡兰古道北路已达到五刷 这次的淡兰古道新书 百年里山的长路慢行 集结了北中南路 要透过图文 让民众感受古道风情 进而亲自踏上淡兰古道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每年8月 新店中正路的老字号包子店 都会举办捐血送包子的活动 号召民众晚秀捐血 由于距离活动截止日 只剩下几天的时间 也呼吁社会大众踊跃响应 捐出热血 在疫情较为趋缓之后 全国各地的协议库存量 终于渐渐比较稳定 这也要归功于 很多民间企业团体的大力协助 尤其在疫情 还有夏季血荒双重夹击之下 新店区不少爱心单位 都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提升民众捐血意愿 像是太平宫在8月14号 举办了捐血活动 当天现场就有7部捐血车 吸引相当多民众共襄胜举 捐输热血 当天也募集到了1994代协议 另外新店师子会与结交科技 也分别在7月份与8月份举办捐血 号召失友、员工 还有热心民众玩起衣袖 一起为血护加油 而每年的8月份 新店区中正路的老字号包子店 都会举办捐血送包子活动 鼓励社会大众 共同响应捐血 由于老板周世华自己是捐血人 加上又在新店捐血市担任志工 所以更能体会缺血危机 对于需要用血病患的冲击 捐血送包子活动只剩下几天时间 也期盼民众可以捐血一袋 救人一命 顺便品尝包子店各式点心的好滋味 借此人民传门起衣 新店采访报导 学校即将开学 由于国内疫情有缓生的趋势 为了提升学生的保护力 新北市特别加开第一期与第二期 新冠疫苗预约集接种 对象包括了12到17岁BNT第三剂 以及5到11岁BNT第一和第二剂 6到11岁莫德纳第一跟第二剂 学校即将在8月30号开学 由于目前国内疫情有缓生的趋势 为了预防来势汹汹的B.A.5变种病毒 提升学生的保护力 新北市特别加开第一期与第二期 新冠疫苗预约集接种 对象包含12到17岁青少年BNT第三剂 以及5到11岁BNT儿童疫苗第一二剂 6到11岁莫德纳第一二剂 第一期预约时间为8月25号到26号 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9点 接种日期为8月27号到9月3号 第二期预约时间为8月31号到9月2号 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9点 接种日期为9月4号到9月11号 接种地点包括新北市280家医疗院所 29家卫生所与中和环球国务中心接种站 林口三井凹类接种站 想要预约接种的民众可以上新北COVID-19疫苗接种预约系统登记 此外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也将提供6个月到未满5岁的婴幼儿 接种辉瑞幼儿疫苗第一剂 采现场挂号随到随打 接种时间为8月29号及9月2号上午下午时段 相信时间可以上新北市卫生局网站查询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用心爱台湾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兴电网络搭配Wi-Fi 6 不但提升传输速度及上传功能 更减少无限干扰 进阶提升Wi-Fi覆盖范围 让您在家办公线上学习更宽广自在 申办大兴电网络500Mai 免费升级Wi-Fi 6及借用Mesh Wi-Fi 相信请下2917 3939 喜欢记录生活分享生活吗 圈诺三公用频道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桃园大西百年饼铺幸福昌第五代传人陈寅年 以色彩缤纷捏面人为媒介 将高饼元素揉捏于面团中 在校园向下扎根推广记忆日式的同时 也为传统产业带来转型 在地生命力总是从不起眼的小事开始 然而就是那颗意外剥下的种子 文化的记忆才有延续茁壮的机会 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捏面只是一个手段而已 主要还是要回答说我们是传统的饼店 可以让外面的人认识说 我们在地的饼店 在地的文化产业这样子 每个手段都会有老人聊 别怕手段 就去带派你 老人温就去带派你 老人温就去带派你 老人温就带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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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早期的捏面就是主要从 捏面就是主要神明渐轎的时候 以及普度的时候 为了让我们的祭品更加的丰富 所以当时的有钱人就会请师傅说说用面团来捏制各种的 那个或是各种的动物啊或是水族或是蔬果来祭拜来祭祀 让我们的贡品更加的丰富 这样显说他的财力跟人家比较不一样 我有配合那个装膨嘛 他会请我用捏面的面团来做谈山站啊 或是树露通沙无尽的头嘛 然后他身体会用机会压单他的身体 然后再批那个猪的横根我当他的披风 来屠户的时候来祭拜使用的 他捏面是他的拿手 捏面是全台湾没有几个人在做的 老师父都不在了 第二个压在两个的中间 像扇子的鞋 捏面他比较容易可以去到外面各个地方来操作 外面的场域没有办法操作 这种传统的高屏体验啊 传统的记忆比较一直一直萎缩了嘛 很多人都只听过捏面了 他都没有实际的参与过真的捏过面团 因为以前布置很缺乏嘛 就会藉由订婚啊 或是节日的时候做这种分享喜事分食的动作 平常舍不得买来吃嘛 就嫁女儿才有分饼嘛 所以人家才会说 什么时候可以吃你的喜饼 就是类似说好事进的这样子 以前主要就是订婚就是大饼就是都是订种芝麻饼 以这个为大宗 后面才开始有凤梨口味跟红豆麻糬啊 或是红豆核桃这样子 六零年代主要还是以农业社会嘛 主要就是种劳力 所以这个非常有饱足感 而且口感又比较香 现在都看不到啦 没有了 时代变迁啊 那个疫情又变迁了 完全都看不到 大家都有一个习惯 现在你请客也是一样啊 现在包红包也是一样啊 你现在都没有包红包啊 连结婚的仪式都看不到 传统产业一直视为了 就是说开发新的 让旧的产业透过教学 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产业这样子 接着来看 宝贝尔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限时优惠有线电视老客户 申办指定方案 续约吉祥Disney Plus订购6个月 大新店请您看一整年 欢迎店洽2917 3939 别再依赖单一行动上网 大新店高频宽网络 为您居家办公远距学习 提供稳定的线路 WiFi 6搭配Mesh Wi-Fi 满足全家所需 速洽2917 3939 机车安全院本市交通事故统计 高龄者伤亡继30人 行人伤亡15人 弃机车伤亡227人 提醒用路人弃机车路口慢看停 新北市政府税捐计真处官网 手机条码线上办 及云端发票换好礼服务 欢迎大家一起申请载具存发票 做捐责拿好礼 青少年暑假打工切记三倍齐补原则 包括搜集应征公司资讯 告知亲友面试地点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等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电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Đi Hello,Buzz I am Sox Your personal companion robot 見證玩具總動員巴斯起源 Hibber hibbering my visual Oh, sorry Is this better? Negative 皮克斯巴斯光年 I don't know what it is 夜深人靜的時候 大家都在睡覺 但我們喜歡在大街小巷中奔馳 而且越夜越來電 我們不是明星 但頭上的探照燈 就是我們的美光燈 誰說不是明星 就沒有舞台 我們越夜越熱血 每天都很享受自己的舞台 你問我們是誰? 風波不燃燈 沒問題 我們是燃燒自己 點亮他人的 而不是 是日夜奔波 無所畏懼的 AKA 月夜越來電的台電人員 好啦 其實我們白天 也一樣來電忙碌 像突發的臨時停電狀況 就會有很多來電 目前南區臨時停電 事故以後控制 是便電他故障 台電購買要強要重 估計不久後就會復電了 好 了解 台電客服中心您好 編號A01B星高 很高興為您服務 您好 很抱歉 目前我們已經找到停電的原因 維修人員正在極力享受中 會盡快為您恢復電力 請您再耐心等候一下 除了幫民眾解決 大大小小的來電問題 維修技能的持續練習 及日常基礎的維修作業 也同樣很來電 嗯… 雖然已經看過很多次 這樣的高空畫面了 但每一次看到 都還是很來電 這個是趕上訓練 雖然現在有高空作業車 但基本功可不能馬虎 平常還是要持續不斷的練習 當高空作業車無法抵達的時候 爬桿作業還是很重要的 媽媽 媽 那是蜘蛛人嗎 好酷喔 對啊 小蜘蛛聰明 蜘蛛人正在維修世界和平喔 哇 好厲害喔 我長大也要跟你一樣 維修世界和平 雖然偶爾會被誤會 不過成為偶像的感覺 倒也不壞 為了讓民眾的生活 能一直持續待電有盡 便電箱的保養維護 也不能馬虎 維持配電狀況正常運作 是我們的重要使命 即使要更換整個便電箱 也是在所不行 有電 好 夜晚有更多重要的任務 在等著我們 工具箱會議 說明要執行的維護任務 及每個人分配的工作 公共林安 林安好 就像是要出發戰鬥一般 大家都蓄勢待發 準備全力以赴 進行夜間維護 除了天上爬的電感高空作業 地面走的便電箱維護 地底下的人孔作業 同樣也難不倒我們 每項任務最重要的前提是 安全第一 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是我們維護工作的好夥伴 電動騎手 也是我們團隊的一員 負責保護我們的安全 進入地下人孔前 要先側氣送風 確保作業安全 避免意外發生 雖然市場需要飛天遁地 但我們熱情不變 夜晚我們持續執行每一項任務 一路過關斬將 維護眼前亮光 夜越深 越來電 享受我們賣力演出的舞台 夜電英雄 夜電英雄 就像是要出發戰鬥一般 大家都蓄勢待發 準備全力以赴 進行夜間維護 夜電影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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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著同一片星空 不同人有不同的夢 放心全都交給我守候 Don't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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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在意別人怎麼說 不退縮放手向前衝 無論日夜我陪在左右 讓每一個心情的笑容 穿戀光交不到的角落 動彈走得亮起那秒鐘 你會感見舞台主角是我 Comingcoming夜電英雄 無謂防禦的血奮鬥 渾身天理人人執著 才玩Power全連無休 一次說跟夜電英雄 像個超人時常不留 會散汗水不會白流 奔我採用 希望輕鬥 根本地野英雄 不為風雨那些混淘 回床天理人的執著 才玩Power全連無休 一次說跟夜電英雄 像個超人時常不留 會散汗水不會白流 奔我採用 希望輕鬥 各位新北市的观众朋友早安 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 几个天气重点要来提醒您 就是我们台湾的环境在今天开始 是吹拂着西南到偏西风的大气环境 整体来说平地的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 就要特别的来留意高温炎热的感受了 而我们随着马鞍台风外围环流云系 正在渐渐的远离台湾当中 台湾的环境会转变成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主导 整体来说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好消息就是我们午后的热对流也会比较往山区来限缩了 从卫星云图进一步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马鞍台风在昨天已经登陆了中国的广东 而后续将会逐渐的减弱并且消散 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台湾上空 并没有很明显的云系正在发展 所以我们台湾的天气都代表是很晴朗的 那么我们预估今天明天台湾的环境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势力给主导 而周日开始会有一波微弱的北风南下 所以在我们北台湾地区就会带来零星的雨量 而下周来说东风吹起来整体的水气也比较多 所以午后的热对流又会发展的比较旺盛了 那么好消息其实是今天明天台湾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势力给主导 所以整体来说我们新北市在白天的时候 天气都是晴朗稳定的 就要特别的留意高温的炎热感受 而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也会被高压的势力给抑制下来 整体来说发展的范围就比较限缩在山区的部分 而周日开始微弱的北风从北边南下 所以我们新北市沿海地区就要特别的留意 会有这个灵星的正雨在发展了 那么未来五天来说白天都还是有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今天明天是受到这个高压势力的主导 整体来说温度是比较炎热的 而周日开始微弱的北风南下会带来一波灵星的水气 整体的温度还是有往下降一些 不过部分都会区还是有可能发生36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建议若您有在安排假日的行程的时候 建议可以适当的安排室内的行程 躲避这个酷热艳阳的照射了 最后要推荐给您的活动就是在礼拜六的时候 8月27号在我们的戏纸区公所前广场 有这个仲夏夜音乐派对 除了这个艺人朋友到场现场演出之外 还有我们戏纸区的各个学校的年轻朋友 都会在场进行演出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在礼拜六的时候 来这个仲夏夜音乐派对 体验一下年轻朋友的活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太阳 出正车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贾慈惠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卢学瑞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田圆梅 2022年戏纸区中夏夜音乐派对即将登场 8月27号晚上6点 8月27日晚上6点钟 晚上6点呢 大家记得要到新北市戏纸区的新郑大楼前广场 我们现场不见不散哦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一定要来哦 我就跟你说你开车不要这么快 是我开车还是你在开车 为什么意见那么多 嗯 怎么没落车啊 不是嘛 我就觉得这样很危险嘛 就 你现在是跟我摆什么态度 下车 下车 你现在是怎样 你做什么啦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做什么啦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今天是怎样 我跟他看我暖身 走快点 等一会儿我们说那话 上下车